大家好 今天白天各地大致都是以多余造型的天气为主 但是今天晚间到明天一整天 受到整个天东风带来水气的影响 在台湾的东半部地区降雨会比较明显一些些 而大台北地区也会有一些降雨 我们先来看到目前的地面天气图 从天气的分析图上面可以看到 目前在西北太平洋附近 其实有三个比较明显的热带系统 今年的第13号中度台风 贝毙加在今天早上8点已经登陆到中国的上海附近 未来强度将会持续的减弱 而在昨天晚间8点行程的今年第14号台风葡萄桑 它目前的位置是在我们的恒春的东南方 东南东方大约2540公里的海面上 未来会偏向西北溪到西北的方向移动 在18号之后较为接近到台湾的北方海面附近 而今年的第17号热带系统低下在今天早上8点 在菲律宾的东方附近行程 未来这个热带系统呢 未来也是有逐渐的往西北西方向移动 并且有稍微增强微轻度台风的趋势 那不过这个系统呢 比较偏向在南海附近移动 我们要稍微留意的是它对我们附近带来的水汽的影响 我们从整个台风路径的浅势预测图上面可以看到 今年的第13号台风刚才所提到的 未来会逐渐的往陆地上面移动 所以说会逐渐的减弱了 而14号台风葡萄桑整体的路径的浅势呢 可以看到在18号的左右呢 会接近到琉球的南方海域 而在19、20号会逐渐的接近到中国的华南的这一带 所以在18号到20号这段期间 是稍微接近台湾北方海域的这一带 所以稍微留意在这段期间 对我们附近天气的影响 而17号的热带性DCI未来的入境上面呢 主要是以偏向前往在南海这一带附近移动 所以说虽然强度上面有逐渐增强的趋势 不过对我们是没有直接的影响的 那我们再来看到整体的天气状况 我们从卫星预图上面 或是比较大范围的卫星预图上面 可以看到呢 这样子的热带系统呢 其实今天在台湾附近呢 并没有比较接近的影响 台湾上空还是大致上面比较偏向晴朗稳定 不过可以看到随着整个低压带的走势 在今天晚间开始呢 整个偏东风会影响到台湾附近 所以说呢在整个东半部还有北部的这一带呢 云量会比较增多一些些 尤其在东半部要留意比较明显的降雨 这样子在今天晚上到明天一整天 都会稍微比较持续一些些的 所以我们来看到整个天气的情形 在今天白天 各地上面呢大致上面都是以多云道晴 尤其西半部呢都是比较晴朗的情形 稍微要留意在午后雷阵雨的方面 在嘉义以南还有各地的山区 在中午过后会有一些午后局部雷阵雨的发展 而东半部这一带呢整体来说是越晚 降雨几率是越来越高 那我们再来看到在明天 今天晚间到17号也就是中秋节的一整天 那这样子的情形可以看到东半部的降雨 是比较明显加剧的 而在大台北的这一带呢 也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震雨出现 至于其他的在桃园以南呢 主要是一个午后雷震雨的天气形态为主 尤其呢其实在整个嘉义以南 是稍微有一些平地可能会受到影响 而其他部分呢则是偏向山区比较零星的情形 所以说在晚间的云量方面呢 主要是在东半部还有马祖的云量稍微多一些些 大台北也是有一些云系 不过呢在整个桃园以南一带 大致上面都会比较晴朗的 那至于后续呢我们可以看到 在周三到周日的这段期间 台湾附近呢其实是有一些热带系统的移动 所以我们处于一个热 处于一个大低压带的情形 那低压带当中呢除了天气稍微 比较不稳定一些些之外 也要留意后期整体热带系统的 整个移动会不会稍微 比较接近到台湾附近 那这样子整体低压带的影响之下呢 在整个北部东半部地区 还有甚至南部地区都会有一些间歇的降雨 而其他附近呢如果说没有白天 比较上午比较没有降雨的影响之下的话 天气上面还是会比较闷热 那中午过后会有些午后雷震雨的情形 那所以说呢我们就来提醒大家 在今明两天呢要稍微留意 东半部地区的大雨 尤其在今晚到明天的一整天 那这样子的大雨呢也可能会造成一些 摊坊落实的情形 所以用路上面呢都要多加留意 而在今明两天呢 其实在我们的西半部这一带 还是会有一些局部显著的高温出现 尤其像是在明天的偏东风影响之下 在西半部会有局部的沉降高温 所以在桃园以及新竹这一带可能会来到37度以上 而至于呢在我们的沿海附近呢 在今明两天受到偏东以及东北风的影响之下 台湾海下一带还有在东半部 恒春半岛跟各个离岛 风浪都会比较大一些些 而甚至呢也会有一些长浪出现的情形 所以前往海边活动也是要多加注意安全 而至于呢在近期17到21号 是年度大潮的期间 在澎湖金的马祖在这段期间是来到年度大潮 而我们的西半部沿海的潮位也是比较偏高一些 所以也提醒这些地区呢在满潮期间 也要注意可能会有海水倒灌或是局部淹水的状况 那最后呢我们补充提醒大家 在明天的晚间整个中秋节的各地的整个云量 以及赏阅的情形 可以看到呢受到整个偏东风带来的水汽影响之下 其实呢东半部地区的云量是比较偏多 而且甚至会有一些降雨的状况的 所以说呢在东半部这一带的云层比较厚一些些 上月指数相对上面是比较低的 然后其次呢在桃园以北到北北基的这一带 虽然降雨的情形没有到这么明显 但是云层上面呢可能也是比较多一些些 所以说呢是可能会在云中碰碰运气看看月亮 那至于在马祖呢也跟我们的北台湾的 这一带的情形是比较类似的 至于在整体的新竹以南 大致上面呢在午后的镇宇的云系消散之后 都是可以转向比较偏向晴朗的情形 所以赏月的指数就会比较偏高一些些 而澎湖跟金门也大致上面都是比较晴朗的状况 以上是今天上午的天气说明